最近很多市民都喜欢在劳累过后到按摩店里去按摩一下 缓解一下自己的疲劳 但是有这样一伙人假借着按摩的名义 干起了盗窃客人财务的非法勾当 我们一起来看看警方是如何打掉这个精心设计的温柔陷阱 家住重庆江京区的马先生是一名货车司机 事发当晚 他下班之后到一家按摩店按摩放松一些精神 然而当他做完按摩后却发现身上的2000元 只剩下了1300元 马先生回忆说 这家按摩店做一次按摩是30元 付钱的时候他用的是零钱 百元面值的2000元钱根本没有动过 他怀疑是店里的人动了手脚 于是立刻报了警 我们认为这些不是一个简单的过案 而是一些系列的案件 办案民警通过侦查取证和蹲点守候 最终成功捣毁了三个犯罪窝点 抓获犯罪嫌疑人11名 然后下面一共有三家点 三家点的话下面每一个点下面有两个按摩女 并且的话有专人负责专业账款 他们的阻止也是相当严密的 经审讯这些犯罪嫌疑人均来自陕西安康 当顾客上门时一名按摩女会拉上布帘 为客人做按摩 而另外一名按摩女会趁机动手偷客人的现金 为了避免被发现他们每次偷取的金额 也是有讲究的 办案民警说该团伙曾作案数十余起 盗取赃款三万余远 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已经因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 之后 她们正经讯过 100回程 从 dice枪 太纸端essa 被刑事拆倒糊